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9月20日 地球是一个大家庭 国与国之间,没有小事都是大事 应该互相关爱,互相帮助,互相纵死 如果说闹狂,很容易出大问题 习近平现在国际舞台上特别鼓励 就是因为太狂妄,到处得罪其他国家 尤其是澳大利亚 由于澳大利亚第一个提出对中国病毒溯源 发表了尖锐的观点,得罪了中共 所以中共对澳大利亚不仅贸易方面制裁,增加关税 红酒、龙虾等等都遭到了抵制 而且还抓捕了杨红军和陈磊 抓了两个人制,用这种绑架外交,胁迫澳大利亚 没想到澳大利亚报复的机会来了 习近平遭到了挫败 今天看到美国之印的报道 澳大利亚要求中国取消报复性贸易关税 否则免谈加入CPTTP 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是商务部医护群长的签许 递交了报告 商务部长王文涛9月16号向跨太平洋 伙伴全面与进步协定保存方 新西兰贸易部长奥康纳提交了正式申请 要加入CPTTP的书面信函 这一点令很多国家感到惊讶 另外,中永西兰双方还举行了电话会议 就中国正式申请加入后的后续工作进行沟通 但是现在所谓的跨太平洋 伙伴全面与进步协定 简称就是TPP 前身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叫TPP 是由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发起的 旨在促进亚太区的贸易自由化 TPP也称被四位是前总统奥巴马推动的 对抗中国在亚太影响的重要的经济组织 不过美国前总统川普以该协议损害美国商业为由 制造业为理由 2017年签署行政令全面退出了TPP 川普那时候都是退群 动物就是一升起就退了 拜登不一样拜登是找联盟 随后在日本等国推动下TPP同年11月11日 改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全面与进步协定 就叫CPTPP 它有一个规定 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文莱、墨西哥、治理以及秘鲁 11个国家2018年3月签署该协议 当年12月30号正式生效了 新西兰作为CPTPP的保存国 负责处理该公约的各种行政工作 包括加入申请 就日常的工作吧 它负责 说中国如果加入这个协定 有一个问题 需要所有签署国家一致同意 没有一个国家不同意都不行 说澳大利亚贸易部长特汉 现在开始牛了 说你过去不是瞧不起我 又制裁我又抓我的人 现在好了 贸易部长特汉他提出 中国在让所有成员国确信 中国遵守现有的贸易协议 一堆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之前 不会加入CPTPP 组织的加入 讲条件了 然后这个条件不低 习近平能低这个头吗 习近平扭的是 叫什么 平死世界了 不是吧 还要这个中华民族的复兴 一代一路 是吧 人类病毒共同体 就这一条就完了 是吧 病毒全世界都是 他强调这一程序需要北京恢复于澳大利亚举行高层对话 就你首先在澳大利亚谈话 在低头 到我这扣头 你才行 特汉说 就像我们向中国表达那样 这些是需要部长及互动的重要事项 那经过部长同意 这事不就麻烦了 是吧 这个事是很大的一个事 今天 根据媒体的报道 你想 特汉 9月17号怎么说的 除非北京停止对澳大利亚进口商品 加征报复性关税 你把关税给我免了 并恢复双方部长级的接触 澳大利亚将反对中国加入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 跨太平洋 伙伴全面与进步协定 也就是CPTTP 别忘了这是一个国家 还有加拿大在等着是吧 加拿大还有人质在中国手里 加拿大也火大 是吧 加拿大也不会 我相信 也不会同意 也要讲条件 你把人果放了 是吧 我才可能让你加入 所以说这个另续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副首相兼财政大臣麻生太郎 周五也表示 你目前中午的情景真的能加入吗 都来开始跟中国算账了 习近平这时才知道别的国家多么重要 你想到处像战狼一样到处咬啊 不行啊 是吧 每个国家都要当成这个非常尊重人家 你才能行啊 所以习近平做什么事啊 就特别的愣啊 没有不留后路啊 就头脑就简单 就没有文化的人 他就是不一样 是吧 两件核子数据办事 就是不管今天不管明天的事 上午不管下午事 哈哈哈 是不是啊 说是 中国申请加入CPTP 是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三国领导人 宣布建立一项全新的安全伙伴关系 美英同时同意与澳大利亚分享建造 核潜艇技术和能力一天后发生的 你讲这个形式啊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痛批美英澳三国开展核潜艇 合作是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啊 加剧军备竞赛 损害国际核不扩散努力 不过赵立坚在星期五的记者会上说呢 中国申请加入CPTPP 与美英澳三国的核潜艇合同没有任何的关联 哈哈 说在中澳紧张关系在因为核潜艇仪式进一步加剧的时候 澳大利亚已经 因为其采取措施防止中国在澳影响力渗透 为国家安全将华为排除在澳5G网络建设之外 还呼吁什么呢 对新冠病毒溯源进行独立国际调查呀 而遭到北京国民国安的多项经济制裁和报复 所以两国关系从那时候跌入谷底了 你想从谷底爬上来 你就靠这一句话就是就行了 想翻脸猴子 一会想这样 一会想那样 全世界的便宜都想占 而且还想摆架子 是不是啊 本人认为这是很艰难的 所以习近平要好好想一想 加入这个啊 这个CPTPP啊 不是那么容易的啊 那么今天的海外其他节目 这个小单元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